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新轩舞代言霸榜前舞,令内鱼没脾气。高含金亮一人赢得久久爱。 说起肖战的战绩,真是让内鱼没脾气了。 从以前的打压,到各种特质小表格拉彩,到如今已经彻底放弃抵抗。 甚至没有肖战的榜单都被大家质疑公信力而不予理会。 可见肖战观绝内鱼的影响力已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肖战还在各类不同榜单上一起绝尘,相互辉映,不得不凯叹一声,高含金亮一人赢得了大众久久的爱。 如今的明星不外乎影视歌综艺几大类型。 高含金亮一人直白点说就是全方位无短板,哪方面都出色出彩的艺人。 肖战的影视成绩这里暂不多说,主演的作品剧是佳作已经有目共睹,深入人心。 就连肖战没有放在主位的歌手,2019年参加的我们的歌至今依然让人们回味无穷。 每看一次都要再被歌手肖战圈一回粉。 而且综艺感十足,真是方方面面都是令人羡慕的存在。 话说回来,肖战影视歌综艺的全方位高含金亮,赢得了大众恒久的爱。 这直接体现在肖战在各类榜单上的霸顶上,而这一顶就是五年。 其中一人价值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代言榜。 在2024上半年明星新轩代言指数T.O.B.55中,肖战新轩的五个代言全部上榜,并霸榜前五,且是为五达到9000以上品牌指数的代言。 声势凌厉霸气,一如往昔。 不得不说,肖战不断输出优质作品,加之代言品牌过硬的品质,赢得人们恒久的爱与支持。 另外,在其他类榜单上肖战也是大放异彩,不同类榜单的成绩相互辉映,遍地开花,着实让人生线。 比如,肖战特邀为央视国家宝藏重庆篇配音引发了各大官媒集体转发,堪称专业的水准也令网友大为震撼。 据权威机构美兰德传播咨询统计的蓝英融合影响力排行榜国家宝藏第四季以高分值获得第一。 而且该视频在央视YOU馆上线两天就断层第一,远超先旗而上的视频。 肖战的好声音,肖战的海内外影响力再次让人们叹为观止。 不怪人们对他久久爱,但凡所出皆惊艳,不服不行。 肖战的影视作品,歌声等等方方面面的才华,形成了一股超强的综合实力,成就了一位高含金亮的金牌艺人。 在内与乃至世界拥有着超凡的影响力,成为他的家乡重庆的响亮名片。 更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响亮名片,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无数人炙热而长久的喜爱。 肖战最难得的一点是,无论取得多么好的成绩,站上多么高的位置,始终谦和低调,不断努力。 不断产出好作品。 难以想象《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藏海传》播出后又会掀起怎样的热度与高潮。 人虽然是善变的动物,但肖战就是有本事让人反复爱上,变成恒久之爱。 而肖战的努力无限,也让未来无限这句期许变成可以预见的笃定,就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辉煌吧。